這個語明共議會是在明年去展開的 涵蓋的範疇就不外乎兩大的範疇 一方面就是說那個索德扣物袋的收費水平 有沒有一個調整的空間 因為現在我們五毛錢一個袋的政策 已經香港有十年的歷史了 有一定的作用 有沒有一個提升的空間呢 就已經說了一些我們周邊的地方 例如澳門他們將會展開相關的政策 一元是一個袋的一個起步的 同時間就看到全球包括亞洲主要城市 例如南韓的城市 他們的豁免範疇都是比香港現在是更加嚴謹的 那個收費水平是一個的思考 但是我自己覺得向前看 那個豁免範疇是更加是有想像空間的 因為現在有時候我們去買東西 見到有些人買麵包 就是買幾個麵包 就更加多的袋 這些在外國來說 都有一些收緊豁免的範疇 一方面不會大大影響市民 那個購物的習慣 同時間做到減費走數的效果 所以這兩方面都會去考慮